点开官网 红海旗下的半导体设备大厂金顶 竟然跳出警告的红色页面 在密密麻麻的英文喊连结中 第一行就挑明写下 你的资料已经被盗取并且加密 后面接着写 他们已经拿到5TV的客户资料 如果不付钱 资料将被公开到网路上 甚至是流入暗网 最后更警告员工 如果管理阶层不跟骇客集团联系 那么会摧毁所有资料 让员工失去工作 经理在他的内部的资讯能力 是有足够来把这个缺口给补足 可能没有付款 所以他用公告周知的方式 让他的伤愈受到损失 骇客主要来自于俄罗斯跟中国 是不是有一种警告的意味 就是红海集团正在往印度发展 这件事情 会不会是某些政权不愿意见到的 专家分析企业遭害却没有私下和解 用如此糟糕天下的方式实属罕见 这也是国内第一次有骇客 侠持网站公开威胁 更可能是中国对台湾半导体的警告 只是这已经不是红海集团首度被害 2020年 红海墨西哥厂的伺服器 也曾遭到勒索软体攻击 且当年还被骇客要求 进食亿元的天价赎金 之后2022年 红海在墨西哥的另一个厂区 又遭骇客勒索邮件攻击 如今再隔两年又遭骇 自然破洞 补了又补 依旧没完 自然的防护或者是一些系统的漏洞 都应该要定时的清除 如果我们透过一些加密的方式 把档案或者是资料库做加密 那骇客即使进来 或者是把档案偷走 他也一样没有办法打开这样子的档案 根据了解 红海周三江湖调查局制作笔录 并提供保留资料 从网路激政追查骇客来源 与渗透进入点 而京鼎16号则发出重讯 强调咨询部门已经全面启动 相关防御机制与复原作业 目前初步评估对公司运作 没有重大影响 明星继续就像上海台报道